一起说 才幸福的 小朋友跟着音乐唱唱跳跳 周围还有超多的闯关游戏跟强品 桃源市法务局为了宣导聪明消费知识与预防诈骗 特别联合多个政府单位 在阳明公园举办聪明消费 道顶来亲自嘉年华活动 吸引许多民众参加 希望透过预角娱乐的方式将宣导扎根 那我们是透过一个闯关游戏设计的方式 所有的小朋友呢 只要在我们六个摊位盖门闯关章呢 他就可以参加我们今天的摸彩 那我们今天最大奖是五千元的礼券 我们这个活动呢 除了好玩好吃 小朋友们也都能够把最新的一个消费知识带回家 这次的活动以闯关的方式举办 设有六道关卡 让小朋友从游戏学习消费与生活尝试 闯关完成还能参加摸彩 许多爸爸妈妈都带着孩子来参加 现场相当热闹 大家都说很好玩 还不错啊 然后大人小孩都可以玩啊 因为可以增加一些知识 然后还有那个可以互动 我觉得互动很好 可以带小朋友来这边走一走 然后呢可以知道一些 像我们刚刚有那个反诈骗专线啊 然后还有一些 环保上面的那个问题我觉得都不错很好玩好不好 好啊 随着网络与网购的蓬勃发展消费纠纷也越来越多元 也有不少诈骗案件发生 法务局希望透过闯关游戏让民众跟小朋友了解如何聪明消费 才能买得开心 同时提升经济活动 记者来为一头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